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溢下之难忘的你》 第七十集,我在很认真的聊你 路易将惊吓抱在怀里,才发现了不大对劲和平时的保守不同 此刻他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针丝吊带睡衣 依偎在他的怀里,整个人温温软软 他的手心放在他的后背上 细腻的触感让他血液都沸腾了 你新买了睡衣? 路易轻声问道 惊吓,你觉得怎么样? 上面的刺绣很好看 你要不要看一下? 白色针丝上绣着一朵淡粉色玉兰 路易恩哼一声,给不了任何回应 他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 喜欢他只在自己面前露出这一份清纯的性感 惊吓捧住他的脸,你紧张什么? 我,对啊 他紧张什么? 无非就是抵挡不住,他任何不经意的风情 他身上淡淡的香气传进鼻尖,挠得他心痒痒 他嗓子发牙,低声道 我想,他结巴到连话都说不出脑子懵懵的 就顾着看他,今夏抿着嘴笑,想什么? 自从两人第一次在一起之后 他发现今夏有些抗拒,接下来的日子便没有勉强他 就算躺在一张床上,他也只是抱着他,没有任何不规矩 我在想,你是不是把我想得太过君子了 其实我经不起一点撩拨 路易苦笑,他就是一根火柴 一点就着 我没有把你想得很君子 我在很认真的撩拨你 而你很明显,还在挣扎,还在犹豫 惊吓打趣 他真的很想知道,他每晚将着身子睡觉,有没有落枕 我挣扎是不想像之前那样,让你有不好的体验 那样会让他充满挫败感 其实也不算不好的体验 至少你很温柔,很耐心 今夏半趴在他的怀里 手指在他胸口绕着圈圈 路易心头的火越燃越望 他眼底带着笑,笑得他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他低下头 今夏主动吻了他的嘴唇 他顺时心满意足,努力回应着他 嗯,今夏脸上的红韵,就是一剂催情的药 路易揉着他白皙的肩膀,手慢慢划过 将两根细细的衣带 推到手臂 衣裙往下落,露出大半好风光 这样的亲密温存 将他身体的欲望全部勾出来 两人拥在一起 难分难舍 他慢慢推进,带他如珍宝 他渐渐得了去 体验到了全身酥麻,欲罢不能的感觉 眼神里寒了春水 更加动人妩媚 路易特别想知道今天到底是什么好日子 让他过得如此爽快 他甚至希望这夜能漫长些 再漫长一些 好让这一场情势 不要结束 难得今夏在家陪自己 路易就更加不想去公司工作 趁着天气好 准备带他去郊外野餐 去户外走走 晒晒太阳 对身体也好 路易 你赶紧来公司一趟啊 老颜的电话一大早就打来 破坏了路易的计划 天大的事情我也不去 路易正准备挂电话 迪拜的那位大客户今天过来 他可是你负责的 底下的业务员说了 人家要亲自和你谈 做外贸就是这样 一位客户就等于一个项目 当初公司刚建立 他花了不少心血 维护各个国家的客户 这些年公司稳定下来 他将手中的客户交给了底下的业务员 除了几个重要的大客户 是他自己接手 他当然知道这位客户的重要性 如果这次业务谈成功 工厂可以直接为他 重新再开一条生产线 你去吧 路易确诊了 他确实是恋爱脑 老颜的电话 不停打来 路易挂了好几次 惊吓听不下去了 路易 你还是接电话吧 不接 老颜他 让我去见客户 我懒得去 路易回过头看向惊吓 他刚睡醒 看起来还懵懵的 想起夜晚的那场温存 内心就一阵激动 是不是吵到你睡觉了 没有 你们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那我关机 路易正要关 别 你就去见嘛 今夏劝道 虽然你们公司 现在生意很好 但是 这年头 各家公司都在抢客户 你必须好好维护 可今天是周末 路易叹了一口气 我想陪你 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本就不多 难得你过来 总不能让你一人在家等我 那我陪你去见客户不就好了 路易眼睛亮了亮 你真愿意陪我去见客户 不觉得无聊吗 不会啊 还挺有意思的 我以前在外留学 就有不少同学 来自阿拉伯国家 我们相处的还挺好 没有太多障碍 路易立马给老颜打了电话 老颜啊 等一下我去接机 公司的业务员不用去了 我这边会安排好 老颜松了一口气 你终于想通了 以前你可不不是这样的 一天24小时 工作18个小时 怎么现在越来越偷懒 整天看不到人影 钱够花就好 何必为了赚钱 牺牲自己的生活呢 路易说的洒脱 至少他比前些年通透了不少 老颜 行吧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但是这个客户 你一定要跟住 千万别跟丢了 我尽量吧 路易挂了电话 今夏已经帮他从衣柜搭配好了一套休闲西服 我穿这个 路易问道 对啊 我觉得这一身还不错 见客户正好 听你的 路易换好衣服 人看着确实精神了不少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今天得辛苦你了 你和我还说客气话 今夏顿住脚步 似笑非笑 路易拦住他的肩膀 讨好道 这不是客气话 这是心疼你的话 好